鼓勵投票率這次十多天 政府總統丹建林 關心台南的選情 八二最五特別來到當局 埋董民進黨台南市議員 好選人丹金金掃握 丹建林表示 市長要選紅衣鐵 議員也要拚過半 尤其丹金金是高一的公委 石蘇 他本人也曾經在高一領教過 公衛挺公衛 就是希望讓有些人材都可以動選 他不是這樣 他是高一的公共衛生的協助 所以說是我的學弟就是誰 我也在高一教育 因為張柏亞的時候 所以說是公衛挺公衛 公共衛生其實很重要 不需要我再說 公衛者他要叫我叫副總統 他其實是公衛的叫副師 他是公衛的 對…他要討我的良心秘血 副師傅是公衛的 對… 所以說通常要的就是這次 我們要讓我們市長 我們順利的動選 市長幾號大家知道嗎 五號的庁 另外議員就要簽了一打 我們金錢幾號 四號 立委王政務表示 因為我們沒有地方選情偏冷 對著動選邊緣的好選人 可能有危機 看到政府總統 讓鄧建林晚一半時間來輸算 給他非常感謝 我們非常感謝他來到地方 特別見到南部地區 因為市長選情偏冷 對於當選邊緣的小雞們 可能面臨當選過關的關鍵危機之秋 他特別播出個人的時間 來到這邊幫忙陳金中 我覺得我們充滿感謝 陳副總統是一個公會的專家 在防疫的期間 無論是SARS 無論是新冠肺炎的部分 我想對我們台灣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貢獻 金中也是高一的公會 未來我們希望議會 有一個公會的一個議員 能夠來幫助我們政府 來共同打造一個健康友善的一個城市 請副總統鄧建林來呼算 現場也有這麼多 是一日子要來看大人歌 還有聖耀文教當選中的翁建源 伊改、吳興賢、李陽成、炎翰林町 醫師的朋友要來收聽 大家願望的就是當金金中 這位有公會背景的議員 郝酸林 可以順利來動選 今天是文章秀為 蔡鳳伯德